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过年一定要给家人安排上这个年糕 它寓意红红火火,年年糕生 QQ弹弹,香甜软糯,特别的好吃 食材简单,做法也简单,营养健康又好吃 把削好皮的紫薯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再把它放入蒸锅,水开即时,再蒸15分钟 蒸熟即可 再准备一个碗,里面加入两把红枣 一把葡萄干 再加入一小勺面粉 转拌均匀,让红枣和葡萄干上面都能裹上面粉 转拌好以后,再倒入清水 把红枣和葡萄干抓洗干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可以很好的清洗掉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清洗好以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为止 接下来再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备用 紫薯蒸好以后,给它倒入一个大碗中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接着用叉子压成紫薯泥,压得越细腻越好 压好以后,把红枣和葡萄干倒进来 再加入两大勺糯米粉 戴上一次性手套,抓拌均匀 抓拌至面絮状 因为每个紫薯的含水量不一样 如果感觉有点湿的话,就加入一点糯米粉 有一些干的话,就加入一点清水 最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一点的面团 然后做一个造型,给它团成一个长方体 然后再用刀切成两厘米厚的小方块 我们在切的时候尽量慢一些,预防把它切散 接着把小方块一分为二从中间切开 全部切好以后,再把它们一个个放入笼屉里面 热水上锅蒸,水开计时,再蒸15分钟 蒸好以后,稍微的降一下温 把它们摆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紫薯糯米糕,软糯香甜,QQ弹弹 就是放上两天,也不会发硬 自己在家做,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吃着也非常的有营养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下一个视频,再见